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环球频道 9号上午时 有台湾本地的民众在金门外海 发现了大量的大陆鱼船聚集 据说聚集就是在它近限制水域 说有60艘 引发了整个金门混乱 台岛也混乱了 这等于是示威了 上来了 60艘 对吧 根据金门海巡队的核实曾经说 只是大陆渔船放网抓鱼 整排大批浮网排开 上面有几十个AIS讯号器 所以才会有认为大量的大陆渔民渔船包围金门 但是人家为什么有大量的AIS讯号标呢 说明什么呢 说明大陆已经针对你行动了 你不要自欺欺了 据悉当时金门民众是以为大陆公共船 或者大陆的登陆舰要登陆进门了 所以紧急通报这事 看到现在风声合理 那这个其实大陆已经确认 就是首先海巡 台湾海巡确认这是大陆渔航吧 对吧 我就在你的金线水里打鱼了 这可不是咱们自己在那儿没做到这些事 是你台湾已经确认那事了 你不说你要抓吗 你不开第一枪吗 金线水里内我砸网捕鱼 台湾海巡什么都没干 什么都没干 不像以前了 大金出五区出去抓人去了 没有 现在看个多少年 这东西是虚惊一场 虚惊什么呀 我们真来了 我们就在这打鱼呢 这明显是估计旁边是有中海警的 准备抓这帮海军 我早就讲过 大陆渔民是一定要对你进行最后审判的 那么大陆渔民现在看就是借机去捕鱼 然后边上有中国海警 你的台湾海巡船一旦出来我就抓人 回去报仇 煮了 烹了 炸了 是吧 咱们自己有都是招做 大陆方面可能就是故意的让大陆的渔船放AS信号标 实际就是制造出大批中国渔船来了 就把台湾海巡署给弄出来 咱们好生奔活泼了 目的就是 首先咱们要测试台海巡署和台湾驻军的反应 还有岛上渔民 他们有什么反应 现在看心里非常毛 这一次一次模拟出60艘 你说能不毛吗 他一定得出来看看 出来看看时咱们就抓人 可能下一次就600了 是吧 或者更多了 那么你台湾这个所谓的海巡船 你怎么应对啊 未来真来600你怎么办 也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陆渔船和公共船就在这未来 说白了你不出来吗 现在 你不出来那就好办了嘛 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你说尴尬不尴尬 好尴尬呀 台湾海巡好尴尬呀 台湾海军好尴尬呀 台湾驻军好尴尬呀 拿枪在这站岗 看着中国在这儿 这个劳动是吧 劳动人面的人啊 幸福生活 过去生活生活 你说你干不干干 台军啊 像个傻逼啊 出来呢 出来抓 出来抓 咱们谁抓谁 你说大陆渔民不就 就等你出来了吗 出来咱们就通报海巡 抓你们啊 咱们大陆渔民也要抓你们 让你硬啊 我都没谁 谁没枪一样啊 大陆方面啊 其实后手还不止这个啊 你可以想想如果台海巡真的敢驱离扣押啊 这个渔船 那么直接等待的就是什么 就是大陆渔船的这个抓人扣船啊 包括击沉呢 就是实际大陆等待是什么呢 等待就是直接和你海巡对决 看到了 我觉得大陆等待的就是这个机会 就是一旦找到一个机会 大陆海巡和台湾海巡对决 只有啊 这个任何世界啊 其实这个执法权都是通过这种直接对决 海上游戏 因为它跟陆地不一样 咱们讲过海权 海是一马平川的 它平平的 你没地藏没地躲 实际 所以就海战一旦开始打 那就是决战啊 只要开打就是决战 所以马蚁九讲没错啊 第一机一旦开始就是决战 所以海军实际什么呢 实际就是决战军 那你大陆海军海警就等你什么 等你等你的海警出来 我们来一个对决 一旦我把你的啊这个海警给归制了 或者说给啊 等于是击败了 那等于是这片海域就谁管了啊 就我也管了 所以大陆需要这么一个机会啊 就等着你海警出来呢 但是台湾海警现在啊 他现在不敢出来 为什么呢 他还可以向台湾老百姓骗啊 说我们还在这待着呢啊 没事啊 我们还在这执法 你指个屁法呀 都他妈下岗了 指个屁法呀 从他们那个大陆啊 就等你船检查的一天 你台湾海警就下岗了 你敢扣吗 现在看你连出港都不敢啊 而且最近几天呢 中国的054A护卫舰052D 也在金门海外海活动 就是外围警戒嘛 实际警戒的就是台湾海军来支援 美国军舰来支援 我就在这啊 我就在这外围警戒 等于是等着中国海警啊 来痛揍台湾海警 揍完以后 台湾就彻底在外海 包括澎湖可能都完啊 彻底在外海 没有任何啊 执法能力 那这个时候 有一天大陆的海警 直接奔着台湾外岛 不是 台湾这个本岛啊 这些港口去执法 你有什么能力呢 你在外岛都赢不了你 你跑到跑到哪去 不都是挨揍吗 所以如果咱们这么一看 其实大陆已经在主动出击了 看到了啊 尽管上一期咱们谈了啊 还有人心心念要合同 和平统一呢 是吧 咱不怪他嘛 认识他的本质工作嘛 但是我觉得中国啊 大陆啊 这个共产党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执行啊 执行这一方啊 现在看还非常硬的 如果呢 现在海警之间对决啊 比如说你啊 冲撞啊 会用舰炮攻击啊 那基本上大陆啊 海警必胜 对吧 其实我们就需要这个结果 我们等的就是你海警开炮 其实大陆呢 在等台岛的 比如金门啊 不有美军特种部队吗 比如台军吗 等着他们出手 那么我们借机就可以啊 就可以了解一下 他们的一些想法 对吧 尤其测试 这个 一些案件导弹呢 他们手上有案件导弹 测试他们的想法 对吧 所以我们大陆实际在 一直在准备武统 在经测试啊 同时呢 这个还可以摧毁 岛上的这个老百姓的民心啊 对吧 他们已经发现60艘了 结果台海海巡就不出屋 对吧 大陆的这个心理战已经开始了 这是实实在在作战啊 咱们可以离成金门 就像一个小的台湾 咱未来对对他的折磨 实际未来就对台湾的这种折磨 所以这个机会呢 咱们一定要抓住啊 民党现在这个德行啊 他就不敢跟中国来一招 看到了吗 他就当缩头乌龟 我看我讲民进党是缩头乌龟 没人信啊 现在看你是不是缩头乌龟啊 台海巡现在看的真的是 如果真的开打 那基本上就 就必输必输 他就是标志 他这个海巡彻底下岗了 就彻底的退出金门海域了 那也说这个 据说这个嘉义舰也前往金下海域了 10号支援台海巡 这个舰呢 是最大一艘啊 排量最大5000吨左右 但是即使他到啊 也没有意义 因为大陆的船比你还大 比你还沉 另外呢 还有大陆渔民啊 这个进了台湾啊 六海里啊 无人敢出来拦截啊 就不光是台湾 他进门 就在台岛 现在看大陆渔民也在行动 这个台湾说打第一击 现在看没有人 没有人行动啊 这个咱们上级谈了 11号海巡署中部分队 分署回应了 3月6号下午 海巡署 当时截获这个新竹鱼118的报案 苗栗外海 当时三艘越界大陆渔船 据说把这个弦号都涂了啊 然后呢 这个 插着五星空气 这就明显告诉你 我是中国船 然后呢 我是三户船 我号都没了吧 我三户船 等你来抓我 那可能背后啊 可能外海就有中国海警啊 就等着你出来抓 我现在就等着你出来 实际咱们等的就是他第一击嘛 你出来第一击 我好对你决战呢 想想是吧 所以你看台湾人 现在当搜独乌龟当的啊 据说这个海上天气恶劣 然后这个PP10035件 没敢出去 只能在港里边待命 这个事啊 在6号过几号天了 看到了吗 台海巡署本来是不打算公布的啊 结果呢 台媒给直接报了 注意啊 这是6号的事啊 离现在都一周了 结果呢 现在给报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大陆渔船一直在进行 你看6号的时候啊 6号时实际在这个金门的这个 这等于谈判啊 其实有一个僵局的时候 对吧 谈判谈成一个僵局的时候 然后大陆的渔船就过去了 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准备采取行动了 看来啊 那现在看的三艘大陆渔船 这个有人已经拍到了啊 有人已经拍到了啊 这个台湾的渔民现在非常气愤 因为他们现在不敢出去 台海巡啊 为什么不驱离呢 咱们都要问啊 对吧 大陆渔船速度也不快啊 对吧 你为什么不去驱离呢 对吧 大陆渔船都不怕那风浪 你怕什么 这个214这个金门实验之后啊 看来大陆方面啊 已经是对台采取坚决反射措施 下定决心了 很多金门海域的禁线水都没了 现在看连这个台中的禁线水都没了 这个已经失守六海里 六海里失守了 算算吧 算算吧 你还你还有台湾的渔民还能打几天 打几天鱼吧 现在看啊 下一步就登陆了嘛 现在看大陆渔民现在 压到你六海里 那下一步就奔着你的登陆啊 我的渔船就准备派兵登陆了 民进党现在啊 这个七号时就问了 你看六号出事 七号他又问了这个邱国正 立法院问他 说台军第一机啊 说改了改成只要解放军航空气或航海啊 或航海的实体越界 但是六号出的事 七号你说实体越界啊 那解放军他说台军就会反击啊 那这个大陆渔船现在是六海里 你说算不算越界 肯定算越界了 你为什么不反击呢 大陆的军机啊 其实包括这个舰船都在 都在等台湾的这个第一机呢 大陆渔船公务船啊 就其实海巡署现在真怂了 我现在不想提海巡署了 台湾海巡署都已经下岗了 现在基本上在就业准备上 赶快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 现在我先 我觉得大陆在等你海军出来 绝不是在等你这帮囊囊踹海巡啊 实际要不扬威 要不扬威时刻早就过了 现在等你海军出来呢 所以七号台海军啊 明白吗 就等着你呢 你再放个狠话 说我要改第一机了 实际放个狠话 你出来啊 都出来啊 到现在没出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啊 这个已经进你六海里 你还不出来 这说明什么 说明大陆已经实际行突破了 你看钓鱼岛不就是吗 实际行突破 这个有意思啊 那叫台海巡的艇啊 不断的就是不是设事那事啊 海况就出不出去啊 然后呢 台海军现在说啊 叫唤贼高啊 我打第一机 但是死活不动 海军和海巡俩人看到了吗 有意思吧 台湾互相推责任呢 谁出去抵营去啊 看他把谁当傻逼出去啊 如果海军出去驱赶呢 那么极有可能被大陆海警啊 直接啊 直接规制了啊 直接摁住啊 抓人 这可能被扣啊 对吧 如果海军出去呢 那就是更傻逼了啊 直接被击缠了 或者 这个直接武统啊 现在看这个事儿真的很大啊 就214这个渔船事件之后啊 大陆海警憋一度火呢 就是准备撒 捅啊 台湾现在当着王八啊 憋着啊 在这被捅 咱们这个 我觉得这个 捅台湾这个海巡和海军啊 但这哥俩不愿意晾屁股啊 现在这俩就是你出去啊 你出去啊 反正屁股都都在啊 拿手捂着 都怕大陆啊 这海警上去啊 不一定海警啊 背会可能海军啊 上去针头啊 所以现在看死活不出去啊 就一定要保住屁股啊 好